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道高原的人产生高原反应几率很大 而产生高原反应的根本原因 就是因为吸入的氧气无法满足身体血液循环的需求 当吸入的氧气与实际需求差距越大时 高原反应现象就越严重 其中最严重的会导致休克 甚至引起死亡 所以当我们出现了轻微的高原反应时 一定要注意不能进行剧烈的运动 因为它会引起人体对氧气的需求增加 从而导致高原反应加重 而洗澡同样会导致人体对氧气的需求增加 据生物学常识显示 当温度升高时 人体的血液循环会加快 这时对氧气的需求量自然会增加 从而达到和运动一样的效果 所以对于有高原反应的游客 导游都会叮嘱 不要立即洗澡 又特别是洗着睡澡 因为这可能引起无法预估的后果 不过这样一来 很多人就会问 去高原不洗澡那不会是很脏吗 当然不是 因为人体也有自动适应环境的能力 当在高原持续生活了两三天后 高原反应便会逐渐减弱 这是游客可以考虑 用不太热的温水进行洗浴 但是要注意 能淋浴的不要选择泡澡 洗澡动作要快一些 不能让身体长期处于较高的温度中 否则一旦淋浴结束 将会引起更加严重的高原反应